刺猬医生 刺猬医生到城里去找工作 医院的院长说 我看你就来做医生吧 你浑身是刺 专门给大家打针好了 刺猬医生做医生 谁见了都害怕 小猫吃东西前不洗手 刺猬医生追着喊 过来打一针 小猫逃得飞快 说我又没有生病 为什么要打针 你吃东西不洗手 以后要生病的 不如提前打 小猫保证下一次 一定不忘洗手 刺猬医生才放过了它 小猪走过刺猬医生家 刺猬医生马上说 我闻到一只没有刷牙的小猪 刺猬医生踩着滑轮车追出来 大声地喊 过来打一针 小猪没有滑轮车 逃不掉 只好举手投降 说我又没有生病 为什么要打针 你不刷牙 以后要生病的 不如提前打 小猪保证下次 一定不忘刷牙 刺猬医生才放过了它 第二天 老鼠妈妈 押着它的十个孩子 来找刺猬医生 说 求医生治好我的孩子 不肯洗澡的毛病 刺猬医生 马上竖起身上的一根根刺 说 这好办 每个都来打一针 老鼠孩子们都怕疼啊 他们想 打针还不如洗澡呢 老鼠孩子保证 以后一定好好洗澡 刺猬医生 才放过了他们 老鼠妈妈 高高兴兴地 带着孩子们走了 小狗乱吃东西 干净的东西吃 脏的东西也吃 刺猬医生看见了 扔过去一个绳套 绳套一下套住了小狗 刺猬医生说 来 过来打一针 哎哟 小狗害怕打针 它一跳跳出了绳套 可是 不用刺猬医生去追 小狗就被包围起来了 原来 从南边跑来了小猫 从东边跑来了小猪 从西边跑来了十只小老鼠 大家说 小狗 你得保证下一次再也不乱吃东西 小狗保证过了 刺猬医生才同意放小狗走 后来 刺猬医生走到哪里 哪里的小动物就变得干净又健康 妈妈们高兴地说 刺猬医生帮了我们的大忙 真得好好感谢刺猬医生啊 小朋友 听完了故事 你要好好地想一想 自己是不是一个讲卫生的好孩子呢 好 现在我们来猜谜语啊 小货狗 小货狼不挑蛋 背着针满地窜 这说的是什么动物啊 是刺猬 对了 那你知道还有什么动物身上也长刺吗 是豪猪 对了 豪猪呢又叫剑猪 是豪猪